本期视频由饭道原创制作 相信大多数人都爱喝可乐 冰镇可乐是和夏天一起的最好搭配 吃火锅不想喝酒时冰爽的可乐下肚 辣味仿佛也被冲淡了 难怪说可乐是人们喝了会快乐的饮料 世界上最出名的可乐品牌就是百世可乐和可口可乐 两个品牌不论从营销包装到可口可乐 各个方面都在竞争 如果说要选一个饮料和他们争夺碳酸饮料的巨头的话 估计只有Dr. Pepper了 这种汽水也是由一名叫Charles Auditor的药剂师研制的 据说研发的初衷是想把他个人喜欢的药味和水果糖浆混合起来 于是就有了Dr. Pepper 据说他自己很满意这种口味 当他将饮料拿给自己的上司品尝时 上司竟然也觉得好喝 并且Dr. Pepper这个名字也是上司取的 于是Dr. Pepper就这样问世了 虽然他的执意名是胡椒博士 但他原料成分到口味却和胡椒半点关系没有 而且喝过这种饮料的人 大多猜不到他的原味竟然是樱桃味 喜欢他的人喝他喝的简直是如吃如醉爱不释手 而不喜欢他味道的人 觉得他是川北琵琶糕和可乐混合而成 纵然有人不习惯他的味道 但这并不影响Dr. Pepper的畅销 当可乐两巨头都在忙着扩大海外市场的时候 Dr. Pepper却一点都不着急 反而做起了自己品牌的周边 从鞋子到唇膏再到烧烤酱小蛋糕都没有漏过 不光如此还和日本动漫产业签约 将这种饮料带入了许多日曼中 于是大多数人看日曼都能见到这样一个场景 小姑娘或是一个大帅哥坐在一起唱饮Dr. Pepper 猫丝画面还挺和谐 Dr. Pepper作为一个百年品牌 经常致力于研究各种怪味的气水 樱桃香草味 奶油浆果味 建议樱桃巧克力味 虽然新品存活率和大众认可度并不高 但是这并不妨碍Dr. Pepper拥有一大批死忠粉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人是誓死不喝的黑粉 也有人质疑这么活的饮料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国呢 小编想可能是Dr. Pepper 知道和自己口味相似的黑松沙士 并不受中国顾客的喜爱 所以有自知之明了吧